继续关注到市府在端午节前夕宣布 大林浦千村计划正式启动 因为行政院已经通过产业循环园区计划 总经费是高达1045亿 其中千村经费约590亿 市府目前已经成立千村专案办公室 将配合中央代办各项千村调查计划 并且强调一定会全力维护村民的权益 小港区沿海六里被800只烟囱围绕的大林浦地区 地方民众健康安全饱受威胁 市府从105年向中央提出的千村方案 终于在行政院通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设置计划后 可以向地方民众宣布千村计划正式进入启动阶段 我们要完成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第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所谓大林浦的千村以及安置 那第二个部分 我想这个千村之后 我们要引进新的产业 高质化低污染 还有一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进驻 规划的千村方案 有包括说是土地的方案 也就是俗称的住商土地一坪换一坪 然后房屋的方案 集合住宅部分我们有规划 可以提供一些社会住宅的服务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金方案 根据经济部的计划草案 大林浦千村经费预算约为590亿元 目标在112年底完成 由于千村计划庞大 市府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 一方面也要专业分工 加强和地方居民的沟通 很多民众的土地还有地上物 包括建筑物跟农作物等等 这些必须要调查清楚 以作为未来跟居民协议架构的依据 而预计在117年开发完成的 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 金发局也期待中央能呼应地方的期待 筹向新能源循环再生 环保无污染的产业园区发展 那我相信我们高雄有这样的条件 因为这个园区的旁边 就是我们的临海工业区 也是我们的港区 那港区也有自由贸易港区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整个交通的方面 各个方面基础的一个环境 其实是蛮好的 那所以这个园区相信对未来 对高雄的不管是产业 经济就业的一个发展 甚至对环境的改造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金发局指出 总经费高达1045亿元的 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 预估可新增约210公顷的产业用地 吸引投资金额上看320亿 创造近16000个在地就业机会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澜君 采访报导